要是娃娃 太多娃娃了 它有超大肉了耶 你要把它放進去啊 剛剛排得那麼整齊也沒有用 要倒出來了 因為你倒出來是要整齊 所以你排整齊也沒有用 這樣有儀式感 感覺很像一堆娃娃火買了 好可怕 蛙虎也來了 陰堆鯊魚 歡迎收看GT我是Liu 我是尿媽Kiki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講一件事就是 我們要離開日本的間 日本的第一個家 我們要離開它囉 掰掰 不是不是我會掰掰 為什麼呢 其實應該大家都看到這影片是我們在日本買的新家了 我們在這家住了多久你記得嗎 嗯 我們是12月5號搬進這個家 三個月 12月5號 1月5號 2月5號 3月5號 應該是快四個月 因為我們是4月5號要搬家 要跟這個家說掰掰了 我們捨不得嗎 哇哇好捨不得這個牆壁 哇這個地板 其實這一個房子我們租的時候它是全新的 而且它下面的那種 Auto Lock 還有它的信箱 宅配箱 那些都非常棒 嗯 因為我們只要帶著一把鑰匙 在身上 我們就手這樣觸碰我們的 我們的 它就會Open 如果你有宅配箱在東西 宅配箱就會告訴你是哪一個 它就會彈開 有沒有就有點蠻神奇的 手一碰就彈開 在這裡有一個超能力的感覺 對對對 所以我們其實是蠻喜歡這個地方的 對 但是這個地方就是妞妞上學要同情 要更早期 比較辛苦 我們後來搬去的話就會比較沒那麼辛苦 而且自己的家不用付房租 我們這個地方每個月是要付27330的日幣 其實負擔蠻大的 所以最後我們還是決定搬家 因為今天是 天月29 然後我們4月5號人家就會把東西搬走 我們這一次是請那個SAKAI搬家公司 他們其實也是有很多的方案 就是他幫你整理然後搬走 然後再幫你拿出來 我們是選擇最便宜的方案 不想花太多錢 所以我們就自己打包 然後他們做的工作 他們會幫我們把他搬走 就是對他們幫我們搬走 然後床他們會幫我們拆掉 然後那邊會幫我們組裝 衣服也要收 當天他們會帶一個衣架箱 衣櫥箱 他們會幫我們把衣服掛進去 所以衣服還有鞋子 你不用摺不用整理 鞋子它會有一個鞋箱 然後把鞋子幫你放進去 其實我們兩個好像五雙鞋還六雙鞋而已 對他們來講應該就很快 重點就是小小的東西 這些我們要開始收 那妞妞要來收他 露得輕 我們要收就是從我們 最沒有常在用的東西開始收 最後就是留下來的東西 就是我們每天要用的東西 床應該也是最後才會收被子 他也給我們被套 我帶大家去看一下 他給了我什麼樣的包裝資材好不好 我們去看一下 然後我們還要包一包之後才會發現說 如果不夠要趕快跟他們講 他們再拿過來 帶大家去看一下我們拿到什麼資材齁 這是他們搬來的材料 一共有三十個箱子 這裡有二十個箱子 大的箱子十個 大的箱子裝輕的東西 小的箱子裝重的東西 這個是你要包晚餐的這個紙 包一些易碎品 這邊有這個棉被套 他給了我們兩個 因為妞妞跟我一人一個小 膠帶 這時候我們的包裝材 最不常用的可能是這種櫃子裡面的一些東西 比較不常用的 可能就開始先收 妞妞現在要準備去收他的東西了 你看這個箱子 他這邊有這個 就是你要自己寫說 這容易破掉嗎 有還是沒有 然後品名是什麼 這個是放在什麼地方的 這是哪一間房間的東西 記錄一下它是什麼東西 這樣子到時候你才會知道 它還相似你的東西 你要貼整鞋喔 耶!我成功貼了一條 好好恭喜 我們看一下溜溜來準備它 最不常用的東西 所以這個其實是廢物區嗎 小廢廢區 那個完全沒有在用 你有在用嗎 我們之前不是彩拍 那個玻璃筆 這是雜物 畫具類的東西 這個是手杖類的 還有火器 我們之後會挑戰自己製作火器印章 想看的 對 大家想要知道如何自己做火器印章 做自己的圖案 不用去找外面做 可以自己在家DIY 可以完成這件事 我們還有拍了一集這個 貓服 雙女跟雙女有卡拉克塔 限定咖啡店 有賣很多種類 女女喜歡西納蒙 所以 她就在西納蒙的行列裡了 我也喜歡摩扶 所以兩個可愛的東西在一起 都是超可愛 後來我們來拍收娃娃美術 藍子先不用 你只要娃娃就好了 藍子到時候再用別的東西裝 小心玻璃杯喔 好 一藍的娃娃 所有的毛毛的娃娃類的 這是日本最近很紅的角色 叫奇卡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然後妞妞還買了她的小漫畫 奇卡娃的日文漫畫 有沒有看啊 來翻一下 有 這只是奇卡 嗯 它裡面是怎樣的漫畫 就是 這樣你學得到日文嗎 都想一些撞生詞 那上面這些也要收啊 這些不用帶去嗎 拿一個大箱子 裝一個娃娃 對類的東西 然後你看她告訴你 她這樣很貼十字的 這樣比較補槍 屏兵 又是娃娃太多娃娃了 還有超大的屋允 Ford 耶 你要把它放進去啊 剛剛排的那麼整齊 也沒有用 又倒出來了 因為妳到時候還是要整齊 所以妳排整齊也沒有用 這樣有儀式感 感覺很像一堆娃娃胡買了 好可怕 蛙虎也來囉 菸牠 好可怕哦 你看我們才來住四個月又一箱娃娃 好啦 那隻找你都放下去就差不多了 好好玩 我們很辛苦了 又要再搬家了 才住四個月又要再搬家 希望這次搬完就可以住很久了 誰帶清除了 然後裡面是什麼東西 有沒有容易破的東西 有還是無 很閒的 這樣你就知道是什麼了 這一箱就叫做手作 那個會破你應該要讓綠色的紙拔包起來 這個是去讓抖 記得去看我們讓抖 對 太可愛了 你看我是賣家 我好像把東西嚇出貨 好舒暢 我知道 這樣子 這樣子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早 水牛媽 我剛剛把那個被子都弄好了 而且他們本來是說下午2點 但是他們比預定還要早來12點15分 就突然衝了 剛剛12點的時候突然打給我說 他12點半可以來 因為我早上蠻想說他有最後一些東西要收 然後我現在就很趕了 有這種被子的 就是把被子全部都塞到裡面去了 我的WiFi機還剛拆下來 這是光纖網路的 它本來是在那個裡面 我把它拆下來 用這盒子要寄回去的 那這邊東西也要趕快收一下 因為房間已經收得很徹底了 剛剛一轉眼他們已經把東西都搬完了 太快了 鞋子他還幫我都收好了 現在要搬家具的部分 牛牛這邊的也全都收 還有一個墊子和衣服類的 只有一個人幫我搬而已 你看 現在已經搬成這樣了 櫃子也都搬走了 現在冰箱 這個放衣服的箱 把那個全部都已經收掉了 慢慢恢復成搬進來之前的樣子了 現在一開始就搬進去了 那電機可能就關進去了 帶大家看一下行間全部都清空 這個下面很髒啊 那箱子我要出發了 看這個家拜拜 謝謝這個家短暫的給我們帶來溫暖 因為距離蠻近的 然後他們還有一些東西要裝 所以我們先過去新家 坐電車過去但沒有很遠 所以我們現在先出發 這我們的東西 上車了 滿滿一箱耶 這是我們之前住的10樓 細細長長的房子 要跟他說拜拜了 到新家了 那剛剛我在樓下剛好看到他們來了 所以可能等過不久他們就會按鈴了 那我們洗衣機進去 就放好一台了 另外一台可能放這 但是我覺得我可能會想要放這 這樣比較不會撞在一起 之後自己再來移就好 櫃子幫我放進來囉 我們的冰箱會放這 因為冰箱不適合對著火嘛 所以我們就把冰箱放這邊 對水應該就比較還好 這個是妞妞的衣服 現在要掛了 進來 現在要收我的衣服了 現在要收我的衣服了 然後就把衣服裝好了 第二箱衣服 沒有的 下面都掛好了 我的附近已經被行李淹沒啦 又回來了 你看你房間 喔 你怎麼上來的 你有鑰匙喔 我有鑰匙喔 我有鑰匙 你看我們的東西已經來到這裡了 這當然要自己拆啦 你還想說人家幫你拆了 我沒有輸 人家幫我們拆的錢 我真的喜歡拆包 欸你不要那樣拉 等下他把他被你拉壞 欸欸 不行這樣拉 你是很開心是不是 你很興奮嗎 你興奮的無法掩蓋 你有沒有開心 我 開心 開心 這裡面是那個啦 WiFi機器那些 反正這邊到時候會幫你用隔屏 要不要這邊用隔屏 會不會覺得頭上沒有東西卡住 衣服是我幫你掛回的 好啊 你要排你可以排 我是幫你分顏色 不然會花花鳥鳥 你是懂我照什麼牌 你知道分類喔 我是照顏色 那櫃子裡跟你擺小廢具 我現在要自己鋪他的床 有松頂帶的在前後 沒松頂帶在旁邊 快點鋪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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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要尿正反面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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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才是裡面的 然後套吧 然後你要把這個床把遮進去 然後抬一下把它塞進去 然後抬一下把它塞進去 就套到底啊 這樣子 完成了哈 我的床也放好了 剛好那個斜角 不要撞到頭 所以就差不多了 因為那個門實在太窄 也不放進去 所以 要把那個門拆掉了 東西都買太大了 這個門他剛試過 抬不起來 到那邊就卡住了 然後他說這個 最好不要一直拆 一直拆的話 這個洞會變大 然後門會變鬆 所以他不拆 他剛是讓那個冰箱躺著進來的 你剛好看到嗎 很厲害耶 妞妞說他 剛剛那個搬家公司的人 那個手的肌肉好可怕 好可怕 他可以擺一冰箱耶 而且你知道嗎 這種墊子 他是一個人直接搬出去的 這個床墊 他是直接搬出去的 人家是每天在搬 沒有啊 在送你的 那我們要來整理一下東西 這是很需要這個 因為我們搬到新家了 我們跟舅家拜拜了 你有沒有捨不得舅家 還好 還好 那有沒有喜歡新家 我比較喜歡新家 你比較喜歡新家喔 比較寬敞一點 他是12點15分 搬到現在是 4點左右搬完了 這個小時 搬出搬進這樣子 他們搬的速度算蠻快的 進來搬的人只有一個人 只有冰箱是兩個人搬 那個洗衣機 他也是一個人搬回去的 這是我們搬家的過程 那等一下可以拍一下妞妞來 布置他房間喔 他說那個冰箱因為剛剛移動過 所以要大概兩個小時 才能夠插電 上面有我的家的都搬過來 然後再來 好喔 那是電腦 你要小心喔 那個放地上 我跟你講這種箱子 他們都一次抬兩個三個 救命 好啦這個你放地上 你小心不要撞到 欸 莫贏 我現在換妞妞 妞妞搬家公司要來搬了 我可以一次搬一個 我可以一次搬一個 霍蕾的放旁邊嗎 我可以一次搬一個 我可以一次搬一個 霍蕾的放旁邊嗎 妞妞搬家公司好弱 好弱 好弱的感覺 書桌的話你要放到另外一間去啊 書桌在另外一邊欸 我的要先全部放過 我可以加娃娃機 很重他們走路就這樣 這樣子 妳的一堆小廢廢很重的小廢廢 我也可以去搬搬家公司 搬完別人家都會 對啊 這是我的 好好好帶去帶去 這幾個是妞妞的東西 小廢的物存器 上面要放包包的了 包包都放到上面 那妳可以偏放包包啊 喔妳好懶喔 我鑽手的動作呀 欸妳不整理要睡覺了 我鑽手的動作呀 那妳床要不要推出來一點 但是妳床頭不能空著 床頭一定要靠牆 就是要有東西靠著 對風水來講不好 不然妳上面要不要擺一個什麼 枕頭 枕頭什麼的 對啊 好 來來趕快整理吧 那我要去把我的床鋪起來 有時候我整理有效 我把它接些這樣子 對 現在是這樣子的 然後這是我的衣櫃 我靠這裡 妳的小廢物區已經有家了嗎 這樣子擺喔 露了人喔耶 然後上面是包包 然後下面是偶像專區 然後這邊是書本 這邊是DIY區 那裡還有一欄 一欄DIY區 這上面是 也是娃娃嗎 所以妳的櫃子幾乎都放娃娃了唷 然後這裡也要滑板 但是這邊還有很多沒有放進去的 我們架子來會再佈置給大家看 然後我們今天要看喔 然後我們把我們的棚燈也拿出來了 這個之前在舊家時候 因為空間不夠都沒有擺出來 台灣我們也是有一台 因為這個拍起來 這樣的話拍起來光線就夠亮 皮膚就不會太暗 另外我們還有這個燈 這是LED會變色的燈 大家看一下 現在是這個顏色 然後跟手機連線之後 它很酷喔 它可以這樣子 這個顏色可以變 就可以任意的調顏色 這個特定一些顏色可以變換 好像還有一些Effect 像是Highlight 然後Party 它就會自己變色了 順便再分享一下 還有一個東西 它是一個可以攜帶出去 使用的LED的 五光燈 它有很多顏色喔 它很酷的 然後它本身這個箱子就是可以充電的 它是這樣子吸住 就可以充電 之後如果沒有出去拍片的話 就是戴這個門外面 之前在那裡 舊家都沒有空間拿出來 但是現在就都可以拿出來使用 這就是我們從舊家搬到新郊的過程 對我們離開了日本第一個家 來到日本的 第二個家 對之後會不會有第三個 不知道 應該不會啦 應該就會一直住這裡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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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哭啦 幹什麼啦 想不想 拿不起來了嗎 幽靈啊你 幽靈小姐 快點哭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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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哭啦